败者主第一场秦红跟叶峰 这个依然是逞三的局 这局劲是不错啊 这边有大门 这边有千赫 但这大门感觉有点难受 红丸和比利 主要是这个千赫大概率是要进到大门了 而且如果走的太快的话 这边大门可能上来没有气 哎哟 我得收回我刚才说的 可能见不到大门了 先来看一下这边有力 跟千赫 你看 三拳两脚 看一下这边啊 比利跟游利 K-O 10 Round 4 Ready Go 不好说了啊 三颗次的红丸 但是前红这边大门有接近两气 大家都是满血的 主要是前赫这边 最后被夏尔米一顿鼓打 再来看一下这边红丸 逆向先来个被杀 再追个冲头 3C 放到板边 卡地狱极了 把气用掉 拼拳脚了 这边红丸 一路被大门追到墙角 框框就是跑 反腰塞磨点血 他现在没有气 这反腰塞你挂到了 你就得愣防 1比0 一人一个动仗 十年杯是谁赞助的 十年杯 赞助的老板名字就叫十年 所以叫十年杯 下C呢 应该对着在那发波 继续发 前空这局角色也可以 克里斯加真七啊 真七在克里斯后面还能拿点气 先来看一下红丸 有一战之力 看看这边通胀还能不能立点弓 立弓失败 气白瞎了 表克里斯 上来就是反腰塞 相当于两个战臂的血量 也不可以 哎呀 红丸之气 这个片干净了 战臂封回去 再长一空头 看这波压制啊 想延迟抓是吗 再高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边打边推了啊 沈阳包王一下先 哎呀 三颗气的真七 这个低头 逆向啊 红丸成功的把自己送到了墙角 哎 卧槽 这哎 这一波 挺花哮 挺花哮 一颗气的 大门 两颗气的真七 这两个人刚刚那一波 玩的挺好 画文和画武 卧龙凤雏 坦白山 进角落 直克气 杀手用 直接拦着山了 这个我没想到 真七这边 要上 要做大买卖了 一个大逼都可以带走 还算了 灯杖 红丸 这边雷电 夏尔米 另外一边是莉安娜 我发现这个约战更新了之后啊 感觉两边的阵容啊 越来越接近了 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两边 两个人一样啊 然后最后一个有点差别 跟电干啊 你挺勇啊 波王打老黑那边应该比较稳啊 然后何持何顺 胜这组的四个人啊 现在打的是败这组 先打败这组 这雷电夏尔米 打莉安娜就费点劲了 这拳脚干不赢啊 他吹泡泡 他能钻过去 而且这边还有空头 看下 莉安娜跟红丸 对对对如果包王赢了老黑 何持赢了何军 那那就是副子局了 副子局的时候不是抢五的 哎 再试一遍 这个不试了 哎呀 卤弹就别提了 昨天晚上卤弹 打的全程都是莫名其妙 老金头儿要玩犊子了 这边莉安娜还有三弃 关键后面还有一个红丸 这个 鸭王昨天没打好 鸭王昨天打的还可以 就是点太贝了 那随机到三个武术 换人 这边儿就有一个红丸